歡迎收看警訊 今集是踏入2014年 我們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我祝大家出入平安 希望香港的罪案數字越來越低 說到罪案率 不時都有一類涉及青少年的偷試案發生 Keef Sir 根據資料顯示 青少年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他們會因為一時貪玩或不開心 而進行犯法的行為 過往也有青少年因為即興或一時貪玩 而和朋友打倒入店鋪進行盜竊 今集我們會重現一些 青少年因為一時貪玩而走入店鋪盜竊的犯案情況 另外我們亦會呼籲青少年簽密以身示法 同時也提醒家長要多加留意自己子女 因為父母的關心對於子女的行為有很大影響 現今社會上有很多年輕人為了尋求一時的刺激和攤玩而觸犯法例 就像以下片段一樣 那幾位年輕人的行為實在是要不得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 Keef Sir 走到很口渴 去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買飲料? 那麼麻煩 又要排隊去搞這個搞那個藥 難道不就一箱飲料 一箱? 是呀 喜歡怎樣也行 幫我看水 怎樣?你還想念她嗎 是男朋友而已 找一個就有 要不然不可畏心 不要提她 對了,你又說要約了Hailey和Chris 她們在哪裡? 我約她在前面公園而已 我們先去找她 嗯 喂,不用錢的東西 真的特別好喝 那下次去哪裡拿 不是呀,我要回那間酒店市場 那我是呀 你看不到的 我是笨 怎麼這麼做在這裡喝啤酒 你喝嗎 大把,成箱 來吧,喝吧 怎麼買成箱啤酒 甚麼買呀,不用錢的 那就是要偷的 甚麼偷啊 剛才我和Hailey合作無間 她一個單檔 我面子說一聲 整箱都搬走了 多刺激 有多刺激 要偷我不偷啤酒 這麼便宜的,給你 我便宜嗎 我便宜嗎 我就是偷一些你猜不到的東西回來 你這麼聰明 你去去超級市場 偷一些我又猜不到的東西回來 猜不到? 有甚麼猜不到的? 超級市場 來來去都是那些 那我看你們倆 夠不夠僵了 如果你偷東西回來 我又猜不到 今晚消費一直下我的 是否真的 那間超級市場去哪裏 就這裏轉彎 你們快點走 走吧 但這樣不是很好 我們又不是沒有錢買 怕甚麼 我們便去找些他猜不到的東西 塞住他的嘴巴 走吧 你覺得有甚麼他們猜不到? 這裡沒有甚麼特別 只有飲品和日用品 有了 面膜? 拿來戴著Chris的面膜也好 也是 好…回來了 兩手拼拼 一定是那些小的東西 朱古力、薄羅糖、香油膠 好,拿出來 猜到了… 不是 不是? 你猜 我猜不到 也不是吃米的吧 哪有這麼大膽啊 這兩個 我知道… 豉油、雞汁 也不是 猜不到嗎? 猜不到 我開過了 給你敷面啊,小子 Massi 我真的猜不到 很棒 今晚有人請吃飯 李Sir,在剛才的片段所見到 那群年輕人 因為一時的即興 貪玩而去偷野 已經干犯了刑事罪行 沒錯,Bonnie 剛才片段所見 這群年輕人 已經犯了盜竊罪 而我們警方 在拘捕和作出檢控時 是不會考慮那些財物的價值 也不會考慮事主是否會作出追究 有關上述 這一類型的店舖偷舍案件 哪一段時期內是經常發生的呢? 根據我們的紀錄 這些牽涉青年人的盜竊案件 就會在一些 學校的長假期特別多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學生 他們放長假出街 聚眾一起 引致這些案件會多了 在這裡,我們警方呼籲大家 尤其是家長和教師 請你們勸喻青少年 不要因為一時貪玩而以身事法 當年輕人做出違法行為的時候 再擔心和難過 莫過於是他們的父母 陳先生,除了警方之外 家長還可以做些甚麼 協助子女避免做出違法行為呢? 其實家長每一天都可以和子女相處 我們建議在他們溝通的時候 可以多些談談不同的話題 第一個話題 他們可以透過現在的一些 報章或媒體 講一些清算的違法行為 多些和年輕人討論一下 看看這個年輕人 對於這些行為的看法 我們也建議家長 可以在一個金錢和物質的教育上 多些和子女去談 甚麼是需要 甚麼是想要 甚麼是當遇到一些慾望的時候 究竟怎樣去管理這些慾望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年輕人 他的袋子裏面都有錢的 他不是因為沒有錢而偷東西的 也部分年輕人偷的物品 也不是很貴重的 所以我們見到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他可以看得到一些貧輩的認同 很多時候一些貧輩慫慫他們偷東西 如果他不做 他可能擔心自己被人笑 他沒用或者沒膽 第二件事 我們見到他有一些很獨特的個人性格 例如比較自我中心 處事比較衝動 還有他們喜歡尋求一些刺激感 他在偷事的過程中 他會拿到一些刺激感 第三我們見到 他們有一些比較合理化的思想陷阱 例如他覺得那件物件的價值低 對於那個店舖 或者對於另外一個人的傷害不大 又或者那個物件的價值低 其實我不應該用錢買的 我應該儲錢買一些貴重的東西 以我所知 你們協會有些計劃 協助年輕人去改變的 是的 我們的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亦都有不同的計劃 去幫助一些犯了盜竊行為的年輕人 我們裏面的內容包括了 我們有個過案的輔導 幫助我們年輕人去拆解一些 他們一些犯罪的迷思 甚至乎幫他們強化他們一些個人的價值觀 而另一方面 我們會安排他們參與一些不同的技能訓練 強化他們一些自我的能力感 以及他們自我擁有的價值 第三方面 我們會安排一些警察的義工 作為我們年輕人的生命的導師 幫助他們一起去討論一些生活遇到的問題 甚至乎強化他們一些自我的價值觀 第四方面 我們都會同步提供一些教育給我們的家長 幫助他們學習一些溝通和管教的技巧 固然如果家長和年輕人 他們不知道怎樣去拿這些服務 我們亦都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手機程式 叫做清法網 家長和年輕人都可以透過一個手機程式 主動去聯絡我們的社工 各位家長和青少年 你們要謹記上述的忠告 我們再次詐了一下 我們會談一下 好 Lucan 這一次 我們很喜歡 我們幾番 認識 多久 我們 你們 你們